市锦赛焦点大战前瞻,中国女排正式亮剑,中美之间到底谁怕谁,10月10日晚上18点20分,一场女排市锦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,由中国女排队阵开赛以来表现不俗的美国女排,两支球队中,一支是市锦赛未免冠军球队,另一支是世界排名第一一的奥运冠军队伍,两强交锋是今年女排世界大赛中的重头戏, 此战的结果不仅直接影响到F组的三个六强名额竞争,也会影响到今年的国际排联世界排名,这场至关重要的交锋在国内球迷中,早已被重点关注,有球迷已经开始讨论,旗鼓相当的两支冠军队,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到底谁怕谁,日本是仅在七个回合战棒,目前F组的形势仍然存在诸多变数, 除了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提前锁定六强名额之外,美国队虽然欺赞全胜,但从几分来看只有19分,逼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,的中国队及俄罗斯队仅多出一分,美国队其实晋级六强排并不稳妥,如果美国队此战输给中国,最后一天必然死拼意大利, 不然有可能被中俄之战影响出局的危险,有球迷认为,美国是处于被冲击的一方,心理压力比我们要大,我们没什么好怕的,反正都输那么多了,而且美国上个周期三大赛赢中国的时候, 主二船都是格拉斯,劳埃德主打的比赛中国赢了不少,说中国怕美国,其实最怕格拉斯,此外,美国的优势在于替补,三个主,攻,两个接应,四个副攻实力都很强, 美国一直靠战技优势忽补助中国,但他们也害怕中国翻身,抓住他们的命门,所以某种程度来说,他们心里有时候,也是焦虑和担心的,但可以随着比赛的进展观察中国,如果中国不清楚他们肯定是越打越顺的, 美国队主教练基拉里一直看中中国队,前两年中国队不是很强的时候就很执着地研究中国队,其实他是看中狼岛,高人自然明白狼岛的功力,而且世界杯,奥运会估计也大大刺激了他,美国队都是形势大好,结果自己作死,而中国队都是山穷水尽却又绝境逢生,他肯定不服吧,除了不服估计他内心也有点担心, 毕竟打不死的球队有点让人忌惮,在小马看来,这场中美对决,确实需要解决球员的心理问题,在面对整体配合最佳的美国队时,中国女排的队员们首先,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念,就连实力在中国队之下的利尼亚洲球队泰国,他们都能在美国女排身上得分,中国女排是完全有能力与之抗衡的,因此,明日此战 只要中国队稳住心态,减少失误,顶好一船,在篮榜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布置,加上朱平的强力进攻,完全有机会打败这支未免冠军球队 试图 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